如要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兄弟们 萌家的圆梦新皮肤投稿 已经开启一个多月了 本次以国风演艺为主题 近期积累不少好作品 我们来一起品鉴一下吧 第一张作品《欢乐到情》 这款作品配色看着很有过年的味 红红红火 结合安赛妖骨所纳等元素 很贴合主题 武器还设计有小彩蛋 平常状态下机关炮藏在头巾里面 开大后头巾一分为二 三个炮孔就露出来了 想象一下萌芽吹着所大开大 发射麦子丢出小妖骨 直接把对面送走好吧 第二张作品《桃雾之西》 看起来就不像六元皮 但主视觉效果 这个画风颇有点传说 荣耀典藏的架势了 但也要给大家科普一下 桃雾是中国神话中 上古时期的四兄之一 后来就被用来比喻 顽固不化 态度凶狠的人 所以在主题设计上 实际上不太符合提议 你们怎么看呢 第三张作品《鱼英少年》 这张作品是我个人截止 目前投稿作品中最喜欢的 首先形象设计很符合萌芽 但又和萌芽现有的皮肤有很大区别 少年盘坐于木筏上 身后有荷叶 身旁还有三只鸟 最主要是他整个人的气质 就像隐居山野的小少爷 日常会下河捕鱼 但有人攻寨子来了 他又能扛起大炮保护民众 其次武器设计参考了水车动力机关 符合主题的同时又有中国古代机关的感觉 最后就是特效表现上 目前还有一些草率 比较平平无奇缺少闪光点 第四张作品 《细武生》 参考了戏剧元素 武器的设计细节很多 蓄力大招时 会喷出蓝红色的剑片火焰 就是大招是丢身后的旗帜 我想象的那个画面稍微有一点点出息 不过戏剧不仅符合主题 还能弘扬咱们的传统文化 利益上接近满分了 第五张作品 《祥云》 武器设计成了七彩祥云 倒是很出乎意料 作者以日轨为灵感 红蓝两色 神石悬浮在神环前 寓意祥云守护人间 特效设计也是仙气缭绕的 感觉不赖 脸部特性也是很符合萌芽的气性 就是这个头发看起来有点少 是不是老熬夜了 第六张作品 《金屋临日》 机甲虽迟但到 平面设计图可以和典藏媲美 武器设计非常精细 开启大刀时 彻翼能变形 萌芽还会戴上面罩 眼冒金光 特效设计也非常炫酷 要以一个作品设计来说 这绝对算是一个好作品 就是少了国风演绎这个主题 以上作品你最喜欢哪一张呢 或者还有我们没找到的 但你又觉得很惊艳 想要拉票的作品 也可以告诉我们哦 以ID名为端木易浅的鞋远远道 白起带几走鞋是什么原理 那几走鞋带来的高移速 有效的提高白起抓经济和抓人能力 等白起经济比对面高了 你就会发现一个五档巅峰扇 在那里一转五啦